苗栗戰後龍副錄手 並從展規 十年十三 最多四種執照 最近是做的科學精準 消息去公布任期提防民眾的反對到不慢 今天去到政府面前抗議 就跟苗栗戰政府的負責 後龍並從展規的四種執照 政府的現場 廢止使用執照 廢止使用執照 十個位辦副總統HQP審驗 則是去到美麗驗證服特前的共同器重 公營驗證服佛納服律書賓總研究 抗議 利用梯同販品和油增一切 就不抗議七地使用執照 而霍龍冰彈園區的這一塊 是十五的調查出來最熱門的地方 但是在環評裡面都沒有提到 我不知道是疏忽人還是故意的 針對赤QP審驗證服同時有 第一 明年政府控制 柴提摩不合法的事情 還跟國防流場都會公開 挑明 綜開自由發行政 那業者在九十七年十月份 送件的時候 已經跟我們修法已經慢了一年以後 兩者應該是沒有任何關聯才對 所以在從九十七年到現在 我們受理的各家 就是我們有各個公立的殯葬設施 納骨塔還有頭份殯儀館的殯葬設施 我們都是同樣的標準在審查 待會兒竟然敗館時都會嚴正復養 人外三個問題 嚴正復館也跟納骨塔 整反品體積省態堆設 納骨塔動力價不增 下個新聞友營喔 明天報道